大家好,我是神杰 欢迎收听大叔的鞋缸人生 当你看到这一集的题目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一个很老掉牙的课题 但是我想 其实有很多刚出来社会的年轻人 在寻找出入的时候 应该都会有这两种考量 一种就是寻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一个就是找稳定收入的事业 我想要问一下你们的选择会是什么 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应该会倾向于稳定的收入 因为你知道的 现在的普遍的价值观都会认为 兴趣根本就不能够当饭吃 那你问能不能够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工作 我想应该不太可能 就算有应该也会很少 从小爸妈都应该会灌输那些孩子 长大之后就应该要找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 然后至少可以三餐温饱不会饿死 比较有想法的父母亲可能就希望孩子们长大之后 可以当医生、律师、老师、工程师 这些相对收入有保障的工作 其实我也是到了这个年纪之后才能够理解 其实父母亲对于孩子的前途 忧心是一辈子的事情 可是你没有发现到 当我们在为下一代设想的人生规划当中 其实从来都不会从 孩子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开心就好 作为一个优先的考量 这一集的内容讲的不是关于亲子教育相关的课题 我只是身为一个已经在社会打滚超过20年的斜钢大叔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跟大家分享 到底兴趣能不能够当饭吃 如果你有收听到上一集的podcast内容 你大概已经知道我过去20多年来 其实从事一些怎样的工作 但是或许我应该把 要讲接下来想要讲的这个故事的那个时间 走timeline再往前推一点点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选修的是电脑科学系 就是computer science 而不是你们可能认为我是读电影系 或者是大众传播系 但是其实在我选读这个科系的时候 这个其实并不是我的priority 不是我优先考虑的一个科系 其实当初我本来想要念的是那个平面设计 就是graphic design 因为从小就喜欢艺术方面的一些东西 那喜欢画画这样子 所以自然会想到要往设计的这一个领域去发展 虽然当时家里是没有人反对了 但是他可能不一定理解这一行到底有没有出入 因为我的家甚至是我的家族 有很多的那一些长辈 他们都是从事跟建筑相关的那个行业 我记得那一时候我有去去那个学院 就是已经报名想要读那个平面设计 后来我就去拜访一个家里 从事建筑业的一个长辈 就当场被小以大意你知道吗 就是他会说念平面设计就好像 就是在那个建筑行业里面的那个draft man 就是应该是绘图师吧 就是专门帮人家起稿的那一种人 就可能在谈话之中 暗示这样的职位收入比较低啊 没有前途这样子 就一直建议我说应该要去读建筑系 然后出来可以当一个Civil Engineer 或者是那个什么Architect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后来其实我也没有去念平面设计系啦 那当中的原因是什么 我就不在这里说了 后来我就决定去修Computer Science 然后因为当时那个IT的这一个领域崛起 那那个时候是算是一个热门的学科 那自己在中学的时候也是那个电脑学会的一个成员 就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那种接触编程啊 就是编写那些程式的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对于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兴趣的 它不完全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顺应趋势而去选修这一个科系 那刚好就是有一个学期 那有一门的那个科目就叫做Multimedia Design 就是多媒体设计 我想那个应该是我在大学生涯里面最接近设计的这一堂课 那那个时候我们学的东西主要就是一些用HTML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网页设计师的听众 就是用HTML来设计网站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做一些多媒体的动画这样子 那我们那个年代有一个叫做Macromedia Flash 这样的东西 所以可以帮一些那个网站的首页设计一些简单的动画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也学了一些简单的那种Photoshop的那个操作去修图这样子 后来毕业之后就去一家公司印证 那当时其实我就是带着我当时那个学期的作业assignment去 当做是自己的作品 然后去印证这样子 结果达出社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一名网页设计师 那就是辗转之间又回到自己最初梦想的那个领域 就没有跟随当初那些长辈们的那个建议这样子 当然我知道那个这个当中是有一点幸运的成分 因为我其实我老板我觉得他并不太懂设计到底是什么 但是因为当时的那个公司的主要客户群都是一些中小型企业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com的那个热潮 所以几乎每一个中小型企业公司都要求制作一些公司的网站 但他们对于艺术美感的要求其实不是很高 所以我才能够在那个公司里面继续的混下去 但其实我有把握去争取更多的资源来充实自己的能力 我在那家公司就待了三年八个月 然后从一个只会制作一个简单网站的一个学生 到后来我自觉可以 我觉得可以过自己那一关 也客户跟那个业界其实也认可我的那个作品 所以其实那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 一步一步的去打稳自己的那个基础功夫这样子 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认知到 其实当年长辈的那些疑虑和对孩子的期待 其实都是根据自己的认知去进行判断的 他们不一定知道设计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行业 其实是没有对错的 只是兴趣如果你说不能够成为一个赖以为生的事业吗 至少在我身上是不成立的 OK这个就是我当年刚刚踏入社会的一个小插曲 但却成了我接下来的一个事业的轨迹 我觉得其实可能我是当时刚好抓住了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就让我喜欢的事情变成一个可以让我为生找到钱的一门记忆这样子 当然也是要谢谢当年那个三哥聘请我的老板 然后懵懵懂懂不知道设计是什么东西就把我带入行 但是也要感谢他们给我充分的资源去累积我的工作经验 把兴趣当职业这件事情 其实刚才我说的只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就是摄影师 关于摄影这件事情我其实从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 那我当时因为小时寥寥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考试成绩拿了第一名 然后我爸就问我要什么样的礼物 我就说我要一台相机 因为可能刚好当时我的邻居就是开相馆 那我可能就是在耳濡目染之下 我就说我想要一台相机 我记得当时我选了一台 可能大家都没有看过 因为当时还是那个飞龄时代 所以当时我要了一个就是那台叫做苏联的间谍相机 它大概是那个就好像一个你知道录影卡带 OK录影卡带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已经大家可能没有见过这样子 它像一个录影卡带的一个大小 就是扁扁平平的像一个水彩盒吗 像一个铅笔盒之类的吗 就小个的这样子 就从那个时候我就跟摄影这个兴趣就脱离不了关系 那现在摄影就成了我现在的职业 我想关于这一个东西我家人应该是没有办法反对 因为是他们推我入坑的 我就有时候在想如果当时我要的是一盒水彩的话 或许现在是一个画家 也说不定 所以如果当时真的是选择画那个水彩的话 我可能现在的人生的经历就要改写 当然我想最近这几年有在follow我的脸书或者IG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我也曾经当了快十年的那个旅行领队 然后带很多人去背包旅行 这一个职业更不用说 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梦幻的工作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很好 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去玩 或者是甚至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工作应该是蛮轻松的 可以玩去很多地方这样子 yes and no 然后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背包旅行 我想这可能是兴趣真的可以当饭吃的这个最好的例子了吧 刚才分享了这么多的那个亲身经历 其实不是要你去违背你们的父母亲对你的期望 还有那个什么未来事业的规划的一些建议这样子 我只是想要给你一些不一样的角度 去探讨兴趣到底能不能够当饭吃这件事情 但至少对我来讲它不会是一个需要全盘否定的事情 那我以前到现在从事的任何工作 其实都是围绕在热爱跟兴趣上面去经营和规划的 因为我一直在坚持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所谓的喜欢是在我规划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对于这一份工作有没有真的喜爱 或者是对它有没有那个passion 保持热忱 这个才是我选择一份工作的第一考量 而不是纯粹只有不错的收入待遇还是这样子 很多人一开始就会认定说兴趣不能够赚钱 或者是兴趣不能够换成那个收入 可能他们对于这一些他们不熟悉的领域 不太了解他们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市场潜能吧 我们常说就是行行出状元 但是说起来容易 但是还是有些人认为说 有一些行业根本就是赚不到吃 然后否定这两个字最容易说出口的 有时候就先泼你冷水 然后先否定你 但是如果你真的希望想要将兴趣转化为事业的话 我觉得你必须要认真地去寻找你的potential market在哪里 就是你的潜在市场 然后你要知道你的这个市场的那个规模 是不是能够在你的这个兴趣领域里面发挥自己所长 然后有得到一些 我不敢说对等 但至少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回馈 至少不会饿死自己 我记得自己在大概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对于我从事了大概当时将近10年的网页设计工作 感觉到有一点有心无力 然后我就问自己或者问我自己的一些同事 我就想说如果我要转型的话 其实我应该要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记得当时第一个就想到摄影这一个东西 因为我从8岁就开始玩摄影完了很多年 但是要将这一个我热爱的心去转换成一份职业的话 我觉得我当时还是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的 然后不知觉的给自己设下一个很高的一个门槛 我会问自己很多问题 然后到底有没有把握去做这件事情 我到底准备好接受这个挑战了没有 那我未来的规划又是什么 我好像是自己在interview自己这样子 因为我一直相信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但是那个时候我不认为我自己准备好 所以我就给我自己大概5年的时间去筹备这件事情 然后在那个5年就是30岁到35岁之间 我就慢慢的就淡出设计这个行业 然后就同一个时间我徐徐渐进的去投入更多的影像工作 直到现在大概也有超过10年了吧 那对我来说 兴趣到底能不能够当饭吃 其实真的 在于你有没有认真的去经营它 不是说随便摸锁几遍 或者是安安几个快门 然后就可以马上投入职场 然后自成为自己是什么什么摄影师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有些事情是需要一点时间的磨练 然后累积一定的经验 才能够正式开始的 有一些东西是 不仅仅是兴趣本身 而是你踏入一个职场 你把它变成一份工作的时候 其实你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我很想要告诉那些正在收听这一集podcast内容的你 我现在身上的那一把叫做摄影的剑 其实我自己也磨了快30年 我是到了最近这几年才勇敢的在自己的那个名片上面印上摄影师这三个字 我之前一直不认为自己是摄影师 我顶多是称自己为摄影人 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是自己的兴趣 就是因为摄影师自己终身的兴趣 我当时是觉得说我需要好好的去保护它 不要让这份工作出现那种倦怠的那个情况 那这条路才能够让我继续的走下去 总的来说 兴趣能够赚多少口饭吃 就在于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创造更多的机会 让自己被更多人看见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尝试吧 而不是说我自己有多大的能力 然后只要我投入这一行就自然会有人看见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需要主动的去创造自己的机会的 说到如何要让自己被更多人看见 我觉得可能也是很多人对于兴趣不能够当饭吃的一种错误见解吧 也有可能是当事人可能需要自己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想要将兴趣转换成事业的话 就自己这些年从事的工作来说 我可能面对的那个我可能面临的那个受众群可能是一些小众 就是niche market 但是往往因为我们没有做好足够的推广 缺乏一些对市场行销的能力 所以这条路可能要走的比较辛苦一点点 我记得那一天我做了一个比较rough的一个estimation 就是粗略的估计 OK这个这个这个是比较不专业的 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理论上的想法而已 大家听听就好啊 因为我上谷歌找了一下就是现在全世界的人口 大概有接近80亿的人口 假设假设我从事的现在的那个兴趣的那个受众群 大概只有很卑微的0.001%好了 那算下来大概应该也有8万人吧 那当我们决定要将兴趣换成职业的时候 那我其中一个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找这8万人到底在哪里吧 然后如何让他们看见我的作品还有我的服务 如果你自己有认为自己有那个能力去做推广 但是努力了一阵子之后发现可能你出击的人可能只有80个人 然后而感到不满足的话 那你需要做的工作就不仅仅是投入在自己的兴趣里面 而是你要做的工作可能是包括推广 然后如何让自己的东西被人家看见这件事情 反而会更重要一点 20年前刚踏入社会的自己 可能当时没有办法告诉你兴趣到底能不能够当方式 但是我现在肯定有足够的底气能够告诉你我的答案 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一个答案留给正在收听这集podcast的你自己去解答那个内心的疑问 我只能够说如果你选择走这一条路的话 你就必须花多一点心思去经营建立自己的事业版图 只是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要走的路可能会比别人更长 然后不一定有捷径可以走 那希望这一集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一集podcast内容的话 欢迎你留守接下来更多的分享 那你可以在SoundOn Google Podcast Spotify 还有YouTube频道收听这一集的内容 那如果你想要资助我继续创作这些内容的话 那欢迎到我的那个Patreon看看 用订阅的方式让我在内容创作上可以走得更远一点 那也欢迎你到我的脸书或者是IG跟我持续交流 然后给我一些有建设性的回馈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我忽然间想到以前在台湾环岛的那个时候 我用了一个方式去节省我的一个旅费 那时候台湾可能现在还是一样 他们有那个叫做换数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当时有用彩翼换数的方式去赚取了一些 就是免费的住宿这样子 我当时我记得我是带着那个水彩 还有那个画笔去换到嘛 那个时候我就画了几幅画 然后就换了一些免费的住宿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兴趣 用兴趣来变现的一个方式 就是让我换取一些东西这样吧 OK 这个可能是一个题外画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很久没有画画了 我记得当年有曾经花了一年的时间 一整年的时间去学水彩画 然后当时真的是有一些人觉得说 我可以去开画展啊 甚至是可以出书啊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太大的那个把握 然后现在过了很多年 我也是很久没有画了 可能最近有时间可以再画一下 因为马来西亚现在又那个疫情严重 我们又必须待在家里面一阵子 所以可能有时间就画画 然后跟大家分享 好就这样 拜